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 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类似的东西 但是没有真的去做到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字画会去落款 落款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盖章 像这个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阳科 这是阳科的一种印章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可以盖所谓的阴科的印章 有两种 这个是比较这是阴科 所以我让字 让字变透明 这个是让字不透明 那做这个其实 我是把它做成像量 其实它可以做很多种 你要做JPG或做GIF 这个应该只能做GIF跟DNC 因为它有透明框 那一般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它很多外面介绍的它都是做成DNC 或者是GIF 因为它才会有透明框 可是这个这样的土档呢 相对的它在放大缩小的时候 它就容易会有锯齿状 那我介绍大家是用向量土档 向量土档你不管你的土多大 我多放都不会有料 我都是一样很漂亮的一个 不会有据实的感觉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是比较我们常看正规型的 那今天还会教大家做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利用POTOCAPLE 去把我们做出什么 做出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的印章 这二三十年了 因为我很喜欢买书 然后后来就请我同学去澎湖 那时候澎湖 刻印章很便宜 然后就刻了一个 这个是 这个是 应该是加弦藏书 另外一个是开卷有义 我买他带我自己转 我如果散了我会 这是那个 空禁纸 那盖出来会是像这样子 所以 我们今天除了请 教大家去做什么正规式的 那我们也要做刚刚昨天的 不规则的 假如是不规则的 那我的字要怎么 去做一个造型变化 通通都在向量文字里面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一样 我们做向量一样 就是 一开始就是先 所谓的开启一个 这里 向量工厂 好 那向量工厂 这不用 好 那向量工厂 应该的话就是开一个 矩形 开一个四方形 这样子 一个正方形的 框框 好 那 接着我去把它 做一个属性的设定 我们让它的边框是 红色的 然后底涂是透明的 它的底色是透明的 然后就完成一个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宽 外框的线 你可以再去做一个 适当的调整 如果觉得4不够 可以6或8 我觉得都OK 6或8其实都OK 所以好像有点粗 所以用6或9 比较恰当 好 改6 那接下来我们要打字 一样透过这里打一个字 那我们打 像我 我就打一个 你可以自己排 铝 我是用铝家贤 那有人会用铝家贤 地名 或者是什么 如果你有地名 你有别名 什么 毛三道人 或者等等 你可以自己去取一个你的名字 那之前介绍那个logo 是比较洋化 我们可以贴什么photo by 这个是比较中式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时候就要一个字一个字打 像我打一个 那我就按OK 那你选字体 看你用怎么样的字体都可以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 这个是比较可爱的 之前有给大家自行 那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字体 或者是这一台 一般我们印刀会比较偏向是 立书或者是标凯都可以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流利笔 用这个 就完成一个字 再贴第二个字 每一个字都要个别的去把它打下去 那我也按OK 再新增一个字 因为如果你三个字打在一起的话 你个别每一个字 你把它个别移动 它三个字会连在一起 绑在一起 所以你要一个字一个字打 好 OK 那我现在叠在一起 其实我可以利用选取的方式 去把它挪开 因为这样选的话是改变 线段大小 这个我们有上过 我们现在先点这个 向量调整 它就是 点全整个字的 我们把它引开来 第二个点它 接下来 这三个字 那三个字个别的话 我们把它收到类似的大小 然后这里也可以把它调整到 差不多的大小 其实自己当设计师 就不一定要每一个都一样 那如果你要让每一个都一样的话 其实可以透过这个属性这边 这边我们不能调这个大小 不过没关系 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 那这个大小怎么样 你可以摆进来看看 那如果说你觉得不是很方便 看一样可以看利用上下左右键 我让边边都贴起那个外圆 那接下来再摆上这个字 那这个是摆进来的时候太大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把它缩小 变瘦长一点 按SHIFT键 然后挪过来一点点 然后如果觉得这样不是很序 再一下 那如果觉得这样子OK 很简单 就去档案 另存向量阻挡 那群层一个新的阻挡 那我们就把向量阻挡 位置 放在 你可以存在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如果你要让你自己快速引用的话 你还是要存在所谓的 这个CMAR的Program Files 里面的Photocap 6 然后里面的这个向量 它是用这个Vector 点它 你会发现所有的向量阻挡都在这里 那向量阻挡的副挡名就是PCV 那你可以取一个名称 我们可以取就是 就是阳科印章 那掌名取好之后 你就按OK 那之后你要怎么用它 就是可以把这个关掉 然后我开启任何一张照片 那假设我放这张照片 然后我要去落款 我们印章就是要去落款 然后我点它 那就可以用这个 那我刚刚做的 这里还有这个 应该这个的话 这个是 这个阳科印章 刚刚做这个 按OK 然后挪到适当的位置 那做透明是因为让它 那我们可以让后面的背景 会呈现出完 那这样就完成一个 落款的印章的做功能 它用向量阻挡 所以不管你的图多大 我这个大小自动调整的时候 都不会有矩矩状产生 那有些地 有些线上的书或干嘛 线上教学它会教你 存成PNG或者是GI 因为这两种阻挡名 它才可以变透明的背景 但是我觉得用向量阻挡会更好用 那这个大家可以